各位同工 大家好 我是夏sir 今天想和大家介绍如何利用ChatGPT 和这个网站叫d-id.com 它是一个AI Presenter的生成AI的网站 专业制作影片 另外再加上Keynote 三个工具合作 给学生在网上自学的教材 或者转转课堂 一条影片是这样的 Keynote里面有五张slide 基本上右边的AI Presenter 都是同一条影片 不过我设定在不同slide 播出不同时段 另外播出来就是这样 基本上就会是这样的 它和传统的PowerPoint的做法就是 这个就会出一个样子 起码多了AI Presenter的样子 平时我们拍片都未必出样子 可能多一点的亲切感 当然这个就不是自己的样子 你可以放自己的样子上去都可以的 这个就有待探究 另外有时候老师喜欢拍片都会展示自己的样子 但是如果你说要出自己的样子 去制作一个譬如 譬如SA 可能类似这样 讀PowerPoint的教育影片 那都很麻烦 很隆重 因为又要设计Green Screen 待会又要退走背景 用这个AI Presenter 那制作似乎是简单些的 就是门槛是再低些 你最主要有一个script 有些筆记 还有图片 这个一般跟以往我们做PowerPoint 的情况差不多 好 那我们看看开始 我们用AI Presenter 制作的靠影片 应该怎么做呢 好 我们开始了 好 我们开始了 例如我现在 这是真是我想做的教材 来的 我想做一个 就是讲关于3D printer的构造 包括它的extruder heat bag 用的filament 那就是describe 3D打印机 究竟它的构材是什么呢 还有我们要印东西 要注意什么地方呢 我会先叫ChatGPT 它帮我写个script 先的 好了 那我准备下Prom 我现在用这个PoE app 里面的GPT4 那首先我们下Prom 很明显 就要先给个context 给ChatGPT 好 比如说 我是一个电脑科老师 现在准备 就向那帮中学生 教他们什么叫3D printing 这样 那这个就是我的context 那我说明 就是我想 在他上课前 学生上课前 给一个影片 给他看 那现在我就想 叫ChatGPT 帮我 就是写个script 介绍什么叫3D printer 那我的problem就是说 Write a script to introduce the basic structure of a 3D printer 那包括什么呢 包括那个 Exploder 比如我想我要 学生知的Term 那我明显就要将Term 告诉AI 另外 Hitbag Phylumin 那些索料 好了 接着 基本东西 我们给一个字数 给他 Let's say 200字 先 看看他出什么 对了 他在出了 那基本上 看看 Welcome students to the exciting world of 3D printing 有开场白 3D printer 是複杂的 word style tools that can turn digital design into tangible objects 不过这些字 可能我就会换了它 那就是 Dementia 3D printer happens in 3 main parts Extruder Heat bag 和Filament 这儿我想学生知道 三个基本东西 Extruder 它有假的 它搞得不错 好像paint brush 噴增 那样 heat the nozzle ok 那另外 Heat bag 就是画板 这个比喻不错 我也没想过这个比喻 heat bag 就是画的画板 另外 Filament 就是墨水 非常棒 这个比喻 就是exactly 就是一个 给中学生了解的 词汇 因为我上面有给到 它是 Secondary one 的student 就是中学生 那他就会 用一些比较 学生容易明白的 就是 词汇 去出那个script 好 那这个是基本的 instruction 这儿还不够的 我还语多一点 那我想再详细一点 你猜他会给些什么 给我呢 Let's say rewrite the script using let's say 200字 300字 那根本会给些什么 出来的呢 真的详细一点 基本上 开头那两段差不多 但是这里多了 教他一个 Imagine your 3D printer as an artist 一个的画家 那就 有一个context 给回学生 这个明显长很多 这个 假设我就要这一段 这样 那很明显就 收货了 就是 这一段 就先把copy 好 好了 接着我就去 另一个网站 就是我们有一个script 之后呢 我就可以 借助 譬如 dehavardid.com 去gen一个video出来 那这个呢 都是一个免费网站来的 那你就可以 sign in with google 那这里呢 我就sign in 一个google account 好 sign in了 基本上呢 用法都挺简单的 那这里呢 左边呢 就是create video 那你已经可以选你的avatar 即你的AR presenter 其实可以选自己的照片的 就是看一下大家喜欢 如何 因为这里 左下角呢 这个add 那可以加自己的照片 不过呢 就没有了一个自然的动作 如果用回他AR本身 就是用回他这个网站提供的 presenter avatar呢 他有一些比较自然的 手部 头部的动作 那他只要加一张照片呢 那就是人工生成一些的动作 好 那我先选这个 对了 那我可以选Square 或者Vertical的 那我就喜欢Vertical多些的 因为呢 你左边还要出一些文字 和一些图片的嘛 好 刚才的square 我抄下来呢 那基本上呢 已经是搞定了 那你只需要呢 preview一下先 这样的 但是有限制的 他只是给十个字给你听的而已 Hello students and welcome to your first encounter with the 好了 这些声音就下面可以选的language 那有哪一种不同的英文 或者 其实中文都可以的 港版话都有的 这个是美国 那这里有几个不同的ARPresenter的声音 那你就 可以逐个试一下的 Hello students and welcome to your first encounter with the 好 那呢 逐个来 这个 Hello students and welcome to your first encounter with the 看你学生 想听到某些什么的声音 那我就 我就选一把 某些某些的声音 適合他们 Hello students and welcome to your first encounter with the Hello students and welcome to your first encounter with the 这个不错 好啦 试试这个 这个呢 那基本上就差不多搞定了 已经 留意了免费版有限的 就是他用一堆 就是他用credit去计 免费版只能够有20个credit 那这条片呢 不知道多长 可能要一两分钟的 所以都会用了一堆的credit 那他本来还有style的 如果有些ARPresenter 他讲话呢 有个style的 比如 可能温柔一些 有些可能 就开心一些 有些可能恶一些都有 其实 好 另外呢 这个声音 我现在靠个 就是网站去gen出来 其实如果你喜欢 你可以录自己的声音 就可以upload 你的audio 就是你自己录音的声音 到够 或者你现场录都可以 那我把声音 比较沙一点 就是不要搞了 就是找AIPresenter 帮忙说 都省了一些功夫 那样 好 那我试试gen video generate 那这个video呢 就两分钟 ok 都不会太长的 video name 可以改 可以改 不要紧了 那就会用了9个credit 好 接着呢 可以 generate ok 终于搞定了 这个都很久 因为这个两分钟 那就可以preview来看了 播一播 看AIPresenter 讲得如何 Hello Students And welcome to your first encounter With the captivating realm of 3D printing 3D printing A Marvel 3D printing A Marvel 啊 起码自生的康瑜 But how exactly Does this remarkable process work Today We'll introduce The key components of a 3D printer abe shown n 好professional 其實跟以往我們在YouTube找影片有什麼不同呢 以往在YouTube找影片 YouTuber的樣子你控制不了的嘛 你控制不了他講的language 很多時候講的tone啊 你控制不了的嘛 但AR%就是你控制在那裡 是不是 你講什麼講話給他 因為你給他一個script給他 這個就是他一個最大的分別就是 你可以控制你的影片內容的講的字 他講的tone 和出的樣子你都控制在那裡 但是又不用自己拍的 這個是很特別的地方 以往我們都是找網上YouTube的影片 但是呢 的確是 譬如他講的英文 或者講的廣東話 那個詞語都是你控制不了的 這裡你是基本上控制了所有的東西 那如果喜歡的話 你可能upload自己的照片去試一下 那接著呢 我們就可以download的了 好 這樣呢 download就來 完成了 那留意呢 這個是一個打動的video來的 特意留回多些位去放些圖片裡面的文字 或者圖片 那樣 好 跟著呢 我就可以去做那個圖片了 那這個呢 我首先開個新檔先 那我選一個白底先 因為呢 基本上呢 那個ARPresenter 那個background都是 就是比較淺色的 所以呢 要就回它 好 這樣 這樣呢 那就可以把那個video 貼回來了 找個video 先 那就是 這個 untitled video ctrl c ctrl v 好 搞定了 那跟著呢 我們講的這個基本的background設定 那你見到這個ARPresenter 有個淺藍色的background 那但是左邊呢 這個slide部分呢 出字部分呢 白色的 那我就不想這樣的 無縫一點 那所以呢 我就setset這個slide的background 那要map回 對了 這個呢 要map回那支dropper map回這裡的顏色 那就無縫了 那就 不太明顯 看到了 就是有什麼分了兩字色 那留意呢 這裡呢 我也想方便對位 那這個呢 我們可以加一個這樣的東西 加一個長方形 方便呢 你可以將這些字呢 對回中間 這條棒的位置 這樣assist 即是一個 類似是一個center的placeholder 這樣 那這樣 那跟著你可以copy的 這裡 對啦 先copy了兩三張先 這樣 好 那跟著呢 就看回你的script了 即是我們找回那個 的 這個影片 那我先來 對啦 縮小一點 好啦 跟著呢 我們看看script 他用了多少時間去講 譬如 Let's say 第一句 hello students and welcome to your first encounter with the captivating realm of 3D printing 比如這句 五秒鐘 對啦 那我們去google了 那呢 就找找一個3D printer的相片 或者呢 3D printing的 即是多姿多彩的output的東西 那樣 其實我們找一張 哪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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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我們選 這張 對啦 那麼就save一下 這樣 save image as 這個呢 01 那直接用到 Keynote 那張相片 原來是對位的 對回 這個中間 看看大家 退不退地 這張相片 白色background 看看有沒有 remove background 會好些呢 好些喔 對啦 好些說 好些說 那就加個表題 這是第一張slide來的 3D printing 我們打開基本的文字 好 那我們剛才check過的 是不是第一句 五秒 那我們這張slide就這樣set 這個第一句 那我們set回 這個movie 右上角 那這裡其實 對啦 這個呢 這個呢 以往呢 比較少這樣用法 我都發現 這個是一個新的用法來的 原來呢 就是Keynote 你插這條片呢 可以set一個trim的時間 你不用從頭播完的 這裡 咦 這個正正就是一個機會 可以呢 不同slide播 同一個video 不同的片段 那我明顯這個 這個就是starting 0秒鐘 那這個呢 你看到整條片 長度是2分多的 那這個呢 你就全部改回它 是啦 這個是 去到第五秒鐘 是吧 那第一張slide就會這樣啦 Play Hello students And welcome to your first encounter With the captivating realm of 3D print 是啦 五秒鐘 那跟著第二句 我們又再想一句 那其實idea都是這樣的啦 就是呢 可以呢 將這些的文字 如果其實這個出章片 能夠把照片放在相片 更加好 就不用自己想的 是的 那但是呢 這個呢 暫時呢 就是我們要自己找啦 那其實 網上都有一些AI工具呢 就譬如 出powerpoint 出slide那些呢 都幫你找上相片的 那但是現在這裡呢 我們要 就是 夾起來嘛 那將來可能 我們等下一個工具 可以將這些東西整合 那例如呢 我又再找一張相片了 Transform digital blueprint into physical three dimensional objects before our eyes 那就是 就是 這樣啦 就把他的句子抄去Google 看看Google給我 看看Google給我 是不是 這個都不錯 Digital transform digital blueprint 這些都不錯 對了 這些 這樣啦 Copy 那這個就會第二張sign了 因為它是第二句來的 那這個第二句呢 那我們看第二句呢 就是那個timing是怎樣的 是的 我們看看呢 第二句的timing呢 是怎樣的 D.D.Printing A marvel of modern technology allows us to transform digital blueprint into physical three dimensional objects right before our eyes 對啦 把眼睛 在這句呢 剛剛是去到第十秒的 是的 都很熟悉啦 那我們呢 我們呢 就要set回Keynote了 那第二句呢 就是這樣 那現在是第二張sign來的 剛才第一張sign去到第五秒鐘 第二張sign去到第十五秒鐘 就是結束的時候 好 那呢 又再試一下它 3D Printing A marvel of modern technology allows us to transform digital blueprint into physical three dimensional objects right before our eyes 好啦 那這樣set法呢 其實會有問題的呢 因為呢 第一張是零至五秒 第二張呢 五至十秒 中間會不會斷的呢 那我可以試一下那個做法的就是 因為Keynote呢 那如果你只要播 就是一個presentation 但是最後我要出一個影片的 那會不會斷的呢 兩張sign去到中間 我們試一下 那這樣我們選擇file 那它Keynote有一個export tool 那這個呢 就非常有用的一個工具 Keynote的sign 可以變回做Movie 那你選Movie 那你選Movie 那這裏有些東西要set的 那let's say 我只是由slide number1 我就是slide number2 那這些呢 全部set回到0 go to next slide 那從slide中間 我們不要停頓 還有呢 那如果你有transition effect 那基本上 應該supposed 會有很多的bill在這裏 就是那些過場效果 那我這裡set回0先了 那就make sure它是無縫交接的 好 那之後呢我就save了video 那save這個是關於這個3D print的 01條片 export 好啦搞定了 那就找回那個video出來啦 那這個呢就是3D print01 我來看看先 Hello students and welcome to your first encounter with the captivating realm of 3D printing 3D printing 果然無縫陷 Allows us to transform digital blueprints into physical 3Dimensional objects right before our eyes Yeah 這個呢就是idea了 那這個方法呢 就可以一路做下去 直到完成了你整個presentation為止 好啦時間關係呢 我就沒辦法逐個逐個step說 那我做完呢 會再把結果告訴大家 好啦我們最後呢 終於搞定了 整個的keynote presentation 講關於3D printer 那就留意講講video 那如果slide裡面呢 有個video呢 那這裡有個timelapse的video 那就是拍著這個3D printer 怎樣印東西呢 那就是這裡有個video 那我們基本上呢 就上一張slide 兩個video是同時會播放的嘛 那我們先看一看吧 對啦就是這樣啦 那就一起播放的 那所以呢 你那個build那裏呢 要這個slide呢 我們要這樣按 右上角anime 那呢 就右下角build order 那這個video呢 timelapse video呢 要跟這個的 是啦 AR presenter呢 是要同時播放的 那所以呢 這裡要加回withbuild1 withbuild1 那它會一起播放的啦 那就是每一線後 而我們呢 最後看一看呢 那每張slide這個video呢 那個的時間呢 第一張slide 0秒至5秒 第二張slide 這樣呢 5秒至15秒 那第三張slide呢 15至19秒 那每張slide都設定一個 相應的 即是一個time的segment 19至26秒出來推 直至到最後那張slide為止啦 那其實那個trick就是 即是有些類似是 將那個timeline 斬開了 即是很多段 每張slide 就佔其中 那個timeline的 一個segment 不過呢 你就判斷了 那個video呢 即是哪幾句 對回哪一節的time segment 那意思而已 還有呢 這個file size很有趣喔 Keynote呢 不會特別大了 這裡呢 這裡總共有2 4 6 8 那時候呢 都是當一個video 4個而已 不是10秒的video 都幫你省下 storage的空間的 好 那最後啦 我們export 那個movie 按file menu export to movie 那 再次講講這裡啦 那 all啦 這裡呢 go to next line after 30 seconds go to next build after 30 seconds 那就1080pm 夠用它啦 在youtube上 跟著 save 然後呢 create movie 等一等 好了 我們就呢 都搞定了 那呢 save了它 我們找回那個video 出來 就這個了 是一個download photo 那我再播出來看啦 hello students and welcome to your first encounter with the captivating realm of 3D printing 3D printing a marvel of modern technology allows us to transform digital blueprint 很smo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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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留意呢 AR presenter的嘴型和聲音 很配合的 另外slide和slide中間呢 就是都是無縫銜接的 the extruder the heat bed and the filament imagine your 3D printer as an artist and the extruder is its skilled hand the extruder 效果非常好的 和在youtube 很多的影片都是類似的 就是youtuber拍的 但是 現在變成就好像 就是AR幫手去 gen一些這樣的影片 將來右手邊 這個air presenter 或者你可以換回自己的照片 還有老師 可以用回自己的樣子 去讀回那些對白 這樣 親切感再大一些 最後呢 特別提一提 如果你有自己的youtube channel 還可以把這些影片 上你的平台 還有youtube有好處 它自動會gen那個字幕 就是Transcript 你按按這個按鈕 當你播影片的時候 學生會看字幕 如果呢 這裡就有個按鈕 先看一下 Show Transcript 按按 對 右手邊 這裡 非常好的 看看script學生可以 很有用的 這個工具 好了 這條影片我們講到這裏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OK 拜拜 有請 我記得 各位 這樣 我們請看